臺北市因為有幼兒園的血統確診 為了要照顧確診血統 造成六名陪病大人也確診 臺北市長柯文哲 就在十八號下午的防疫 記者會上面宣布 他說成年人陪病有條件 包含說兩劑疫苗都有打 而且一定要找年輕 跟六十五歲以下的人 因為年紀大的話 一旦感染死亡率太高 另外有心臟病腎臟病等等 慢性病患也要排除 他更是說到除了用餐喝水之外 小孩子跟大人必須余慮佩戴口罩 陪病者如果願意的話 臺北市府也會提供N95口罩 以及防護衣作為應急之用